我們在家要這樣煮嗎 晴晨哥 手術有練過 我怕我這樣煮的話 剩下半包片可以吃 Hello 我是史丹尼 今天來講 我會代表RENWA溫哥華娃生活 有幸地獲邀參加一個品牌試食分享會 而今次這個試食分享會 最重要的人就是這個品牌的創品人和代形人 這一位就是 晴晏哥 我相信台灣的朋友一定知道這位大哥是什麼來頭 而香港的朋友 我相信就算你不熟悉他 你會在網上或電視上 都曾經看過他所主持的綜藝節目 例如有這個型男大主廚 和天才聰聰聰聰 令他已經可以在台灣獲得三屆金鐘獎 除了主持NIC之外 更加涉獵到飲食界 而他在台灣已經開設了很多間不同的餐廳 而更加在2016年自創品牌 就是這個真拌麵 我覺得它的英文名字改得很好 就叫做Pan Min 簡直是有國語譯音 P-A-M-I 老實說我沒試過這款麵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據說這款麵是傳統的關廟古法製造 而是天然日曬 還有沒有加到任何的火腐劑 而自稱它的麵是香彈麻辣韻五個賣點 今次來說我們就要去試一試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Yo 剛剛到了這個試食分享會的現場 現在準備走進去 好像要先登記才可以參加到今次的分享會 好 您是 您怎麼稱呼 Stanley Stanley 對 您是 From Media 是 OK 在這邊 在這邊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分享會的現場 一會兒就看看有什麼可以拍給大家看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Pan Min 正半月的試吃分享會 這個品牌呢其實是來自台灣的 是用著陽光日曬去取代一些化學的防腐劑啊這些 所以呢那個麵特別的健康 而且呢吃起來很Q彈很Q彈 我請來非常厲害的朋友呢 是來自台灣的 包括有阿芬絲 那還有當然呢就是由晨晨哥曾國晨 也會來到現場 這兩包 這一包它就是麻油 它的味道其實都在裡面 那另外會有一包 這個叫花椒油 我們是用大紅桃 四川的大紅桃下去低溫萃取 麵它有沒有曬乾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 這個麵呢 哇好清脆的聲音喔 對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見證麵的一種方式 你看這個麵它還會跳舞 好 生日的時候特別還可以吃耶 常壽麵 對 想要看見誰呀 想要看見誰呀 陳哥 陳哥 邀請呢 新男大主廚的陳陳了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曾國晨 好帥喔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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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我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超過15年沒有來到這裡 所以今天呢 只要你們願意 政府看我 都會給大家吃 那米粉 台灣的米粉其實很有名 有書有戲的 那 一般都是米粉噸啊 是這樣講嗎 米粉噸 這樣講嗎 你剛講台語嗎 是啊 你也懂嗎 米粉噸 米粉噸 對 一般就是米粉噸 不要太噸 你才過人啊 米粉噸 米粉噸 整個團隊負責研發口味的人 她是一個幸福人氣 也是一個很會做菜的一個 時髦現代新女性 她因為做麵 因為設計米粉 她本來很瘦的 對不起 現在也是啊 很秀氣啊 現在還是啊 秀氣 秀氣 那妳是 我也是秀氣的 我們溫斑華的人 一般都差不多跟我提醒 差不多啦 你福祉 我真的看到很多黑麵 我剛剛一路走進來 看到好瘦 好苗條很漂亮的 可能不是本地的 我 就在這個時候 就這麼簡單 最後才加上去喔 哇 晨晨哥你家境好好喔 加了這麼多東洋菜耶 這邊很貴 真的 好像蠻貴的 我家境 很好 本來還不錯 可是我們還沒有能力移民 我真的好 給我一點時間 好不好 大家想想 誠哥移民過來 耶 沒有吃過我的米粉對不對 你不要跑 好 好 那不好已經煮好了 這麼快就煮好了 最後再加點蔥花 這樣 讓它更好看 又更好吃 它如果曬得夠透 它乾燥的程度做得夠好 你在煮的時候 這個麵水的 香氣就出來了 對 這邊可以蒸一些好的麵 Facial 我要讓你們知道 充分的攪拌均勻的味道是什麼 好 噢 你想聞我們都可以聞 好不好 那個頭啊 買進來 整個進去了 整個 我們還要吃啊 小朋友 頭入 很香 我們在家要這樣煮嗎 晴晨哥 叔叔我練過 哈哈 我怕我這樣煮的話 剩下半包便便吃 哈哈 好了 剛剛呢 就去了這個 試食分享會 那也都試過呢 這個本麵的確是好吃的 那又見到這個 曾國成的本人呢 那就 哇 真是好高 而且呢 口才是了得 那所以呢 我想呢 都要慢慢向他學習多些了 而這次呢 是代表傳媒啦 那所以呢 就特別呢 有個特別版的 那這個特別版呢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有這個 台灣的味道 而在這個 加拿大溫哥華 也是沒得買的 正在這一刻 是沒有得買的 那我們呢 就回去呢 就可以試一下 這隻東西 有幾隻啦 YO 轉眼就回來了 那剛才呢 就去了Richmond 去了這個Landstan 參加了一個 食品的分享會 那就是這個 真半面的分享會 那曾半面呢 那我初頭還沒試過的 那但是呢 這次試過之後呢 哇 真的很好吃 不是賣廣告 這是事實的 那而另外呢 也會看到這個曾國成大哥 他就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非常之高大 他高大到呢 哇 好像高了我 整大半個頭 很誇張的 那盡量不要拍他在那裡拍照 但我都拍了一張照 那怎麼都要 按個Like 這次呢 除了可以去這個分享會 試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的麵之外呢 第二就是可以 跟著這個 神聖大哥 就學這個口才 我聽他的口才 非常之厲害 畢竟他也是金鐘獎 三屆金鐘獎的得主 而且也是中藝界的喬佐 所以他的口才是非常之了得的 那我自己的口才是非常之差的 那所以呢 就要跟他學一下東西了 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呢 那第三呢 就是呢 可以拿到 兩個 特別版 這個呢 據說呢 就是在這個加拿大 沒得賣的 有幾隻口味呢 只是台灣的 Limited Edition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看 現在我手上得到 兩盒的套裝 那一盒呢 就叫做增背面的旗艦級 那總共呢 是有六隻味的 而其中兩隻味呢 應該在這個加拿大是未有得賣 或者是不准買啦 那而另外呢 還有一盒 就叫做增粉 增粉來說呢 有四隻口味 而在加拿大呢 只有兩隻口味可以賣 那因為呢 在加拿大就未必可以 入得到肉醋類的東西 那這裡呢 也會有兩款 就是紅蔥肉醋 和麻辣肉醋 那它不是素來的嘛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叫做 香菇肉醋 但是就叫做全素 那所以呢 現在我這裡的手頭上有 多少隻味道呢 有十隻口味 那下一次呢 我另外再開一條影片呢 就拍這個增背面 和這個增粉 那試吃吧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 內裡是怎樣的呢 這個盒呢 很精緻 也都是好像 咦好像是鞋盒一樣 OK 那一打開它 哇 飛出來 哦 六包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擺著 非常精緻的 而在這個每一包的麵上面呢 都會有寫明 這個是什麼味道 那都很清晰 那也都呢 那包裝呢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那些麵呢 那些包裝都是 很漂亮啊 有時候我覺得 還會比日本的那些包裝 再來 就是這個 增粉 現在就開了它看看 有四隻味道的 那我相信這包裝 應該跟剛才那個箱 差不多了 噔噔 咦 增粉呢 這個包裝 好像更漂亮一點 你看到嗎 類似粉絲那樣 但是它的粉絲呢 比平時我們吃的那些 它的重量是比較重一點 而這裡呢 都會有所有的味道 寫明在這裡很清晰 那樣 所有的包裝 都是非常精緻的 下一集呢 就一定要試一試 這兩款東西 好 今集的節目呢 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還沒訂閱的人 記得訂閱 如果想留言的 在下面留言區留言就可以了 下一集再見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